姨妈推迟半个月后 我发现自己怀孕了 但我单身许久 也没有过一夜情 我哭着给闺蜜打去电话 诉说我的委屈 说到我为什么会怀孕时 床下传来一阵得意的笑声 咿 笑声很轻 并且很快就戛然而止 但我还是清晰的捕捉到了 此时是夏天 外面乘凉的人很多 我下意识的认为自己听错了 宝 你怎么不说话 明天我跟你去别的医院看看 你别着急 闺蜜焦急的声音传来 我吸了吸鼻子 索性坐在地上靠在了床边 我今天换了两个医院 不管怎样 这孩子我是不会留下的 我才24岁 大好人生才刚刚开始 我凭什么要为这来历不明的孩子买单 更何况 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让我怀孕 这是赤裸裸的强奸 我不光要打掉这个孩子 我还要报警 把那个变态给抓起来 我愤懑地表达着心里的委屈 突然 我的身后传来了一声愤怒的喘息声 伴随着一丝良意 打在了我的身上 我低头去看 是床架里面传来的 这是张很老旧的床 中间是镂空的 为了放杂物 当初租这个房子时 房东曾问我要不要换掉 我想利用这个空间 索性留了下来 我脑海中 瞬间闪现了前几天看过的一部电影 有个变态 潜入独居女性的家中 每当夜幕降临 她就会钻出来 对女主做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 直到女主差点被杀 才发现了藏在床下的寄生者 我浑身汗毛瞬间竖起 全身止不住的颤抖 一个大胆的假设呼之欲出 床下有人 二 确认这件事后 我平住呼吸缓缓起身 生怕被对方发现我的异常 我深吸一口气 让自己冷静下来 这是栋很老旧的五层小区 我住在一楼 隔音并不好 住的都是村子里的拆迁户 他们最爱凑热闹 只要有一点声音 就会探出头来看 并且现在是夏天 楼下乘量的人多 所以只要我出了这个房子 就安全了 好在这房子不大 卧室门正冲着入户门 只要我速度够快 就一定能安全出去 四几次 门开的瞬间 我大声呼喊 有贼啊 有贼 由于太紧张 一个亮枪从楼梯上滚了下来 顾不上藤 我爬起来跌跌撞撞的 往人群里移动 乘凉的邻居们 听到声音纷纷赶了过来 谁 哪来的贼 我坐在地上 大口喘着粗气 指着窗子的位置 恐惧开口 在我家床下 那人就睡在我家床下 你家床下 那不是妥妥的变态 报警 就是 咱们就守着这个门 看这个小憋孙 赶不赶下来 邻居们 你一言我一语 让我紧绷的情绪 得到了暂时的缓解 刚才摔下来 的时候 撞到了肚子 此刻小腹症隐隐作痛 额头上的汗珠 扑素素的往下掉 楼上的王奶奶 察觉到了我的异常 急忙开口 你刚才摔下来 是不是伤着肚子了 你这刚怀孕很危险的 快去医院吧 怀孕 我猛的抬头 死死的叮着王奶奶 怀孕这件事 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 王奶奶又怎么会知道 我今天下楼的时候 碰到你对象 你对象说你怀孕了 要买个房子 带你搬走呢 对象 我声音忍不住的颤抖 对呀 我碰见他好几次了 小伙子一看就长得不错 既然怀孕了 就别跟他闹别扭了 早点搬到他那里去住吧 你看 王奶奶的声音还在继续 邻居也都附和着 是啊 你对象人真的很不错 强烈的恐惧 让我发不出一丝声音 我一直独居 哪来的对象 三 半晌 你搬来没几天就见到了 我下楼正巧碰上 他在门口换鞋子 他说你们才交往 所以自己不常来住 让我们多关照关照你 我彻底摊在了地上 这个人到底是谁 居然对我了如指掌 搬家时 我为了安全着想 故意在门口放几双男人的鞋子 别人问的时候 我都是含糊说 男朋友不怎么来住 所以即便他真的出现 邻居们也只会默认 是我男朋友来了 不会刻意提醒我 家里来了陌生男人 我搬家已经半年多了 也就是说 这个人在我家已经住了半年 并且时不时的 还光明正大的从我家出来 怪不得自打搬过来以后 我每天起床 都会觉得全身乏力 原来 一想到我每晚 都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跟一个男人赤裸相对 我再也忍不住 趴下狂吐 就在这时 我的手机嗡嗡响起 是一条陌生短信 老婆 照顾好咱们的孩子 我先走了 改天再来看你 四 警察来时 那人已经消失不见了 怎么可能 我一直在下面守着的 他没有下去 我声音陡然声高 急得大哭出声 负责办案的孙警官 开打着我的后背 别怕 你们虽然在前面守着 但也不排除 他从后面跳窗而去的可能 还有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 还有万一 对方是这栋楼的住户呢 他完全可以从我家出来 回到自己家 我揉搓着双手 恐慌地看着孙警官 哦对了 他给我发了条短信 你们能不能通过这个找到他 孙警官急忙让技术人员 定位了手机号的位置 但奇怪的是 定位显示 手机就在我家 经过半小时的寻找 终于在冰箱的最底层 找到了被遗弃的手机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这里面的东西可能 我一把读过手机 上面的内容让我眼前一黑 那里面全都是我的照片 我穿着各种各样的衣服 被摆成不忍直视的动作 照片足足有几千张 根据上面的时间来看 几乎每一天晚上 他都会这样对我 照片的最后一张 是个手写的纸片 上面写着 老婆 这是我送你的第一个礼物 我撕心裂肺地尖叫起来 就在这时 闺蜜宋雅清 从外面风尘仆仆地跑了进来 心疼地将我抱在怀里 好了 好了 没事的 警察会抓到他的 我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 嚎啕大哭 五 由于家里还需要进行采样 再加上这件事给我带来的恐惧 当晚我依然决然地 跟着雅清去了他家 孙警官担心 烂人还会尾随我 所以派了两个警察 一路护送着我们 刚上车不久 雅清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你帮我接一下 他拢拢嘴示意 我手机在扶手盒的位置 陌生号码也很正常 我开了扩音 带着变声器的声音 瞬间回荡在寂静的车里 老婆那人说 我吓得浑身颤抖 下意识地想去挂电话 雅清按住我的手 无声开口 别 随后将车停在路边 等待后面警察的到来 那人没有查询到异常 继续说着 我今晚会去看你哦 记得留门等我 说完挂断了电话 我和雅清四目相对 同时看到了对方眼中的恐惧 这次是个虚拟号 根本查不到定位 但孙警官跟我说了个更让我恐惧的消息 之前令你发短信的手机号 身份信息是你本人的 我的 我当头棒喝 也就是说排查的难度更大了 接下来孙警官说什么 我已经听不清了 满脑子都是那句今晚去看你 办上 我提议到 要不今晚去住酒店吧 至少酒店人多还有安保人员 万一暴露了你家就麻烦了 雅清的家在郊区 是个新小区 入住的人员不是很多 他沉阴片刻 掉转了车头 去了本市最好的酒店 我神情恍惚的跟在他身后 一路交正简 开房 直到进了房间 我才微微回神 六 哦不饿 要不要吃点东西 经他这样一提醒 我才想起来一天没吃东西了 酒店房间是随机开的 外面还有孙警官的人守着 今晚他肯定找不到咱们 吃点吧 我嗡了一声 随便点了些吃的 躺在床上 雅清犹豫开口 这孩子 我几乎是拖 口而出 打掉 话落 我的手机立马就响了起来 是一条短信 你要是敢打掉我的孩子 我会要了你的命 我吓得瞪了双眼 不可置信的环视着四周 雅清察觉到了我的异常 急忙开口 怎么了 我颤抖的将手机递了过去 他吓得捂住了嘴巴 才没让声音泄出来 给孙警官打电话 我手忙脚乱的开始找号码 下一秒 敲门声突然响起 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您好 您的外卖到了 雅清松了口气 没事 是外卖 说着就要下床去哪 我急忙拽住他 无声开口 不要 他不解的看向我 我缓缓打开外卖软件 这下雅清也吓得捂住了嘴 为了安全起见 我压根没有填写防号 所以外面的人不可能是外卖员 我指了只手机 是一雅清去厕所 给酒店外面的警察打电话 自己则是跟外面的人周旋 这次一定不能让他跑掉 我故意后退了几步 假装在忙的样子 您稍等 穿件衣服就来拿 如果真的是外卖员 遇到这种情况 只会留下一句 把参放您房门口后离开 因为他们着急 去送下一个单子 门外那个人不仅不着急 反而耐着性子安抚我 不着急 我等着您就是了 我几乎可以确定 那人就是睡在我家中的那变态 我回头去看雅清 由于他打开了淋浴 只能看到他嘴巴张张合合 根本听不清说了些什么 很快 他比了个OK的手势走了出来 三分钟就可以到 雅清死死的握紧我的手 口中不断呢喃着 没事的没事的 我一定会保护你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门外那人开始催促 还没穿完吗 没 你 你再等等 我开口 声音是止不住的颤抖 我突然想到了什么 急忙贴在雅清的耳边 小声开口 应该先给前台打电话的 他们有保安 气 雅清猛的拍了下脑袋 恍然大悟 保安肯定会比警察到的快 虽然战斗能力不如警察 但至少是在人多 不过眼下倒是也没必要了 因为警察也快到了 外面那人像是察觉到了异常 开始疯狂地垂打酒店的房门 你是在耍我吗 赶紧开门 我马上要超时了 快点 你他妈说话 死里面去了 刚才我就感觉他声音诡异 现在才反应过来 这人说话一个字一个字的往外蹦 很熟悉 我好像在哪里听过 但一时间又想不起来了 雅清见我猝着眉 还以为是被吓坏了 于是大声回应道 那你放下先离开吧 我们等会儿呢 不行 这句话像是惹怒了他 他声音陡然升高 快点开门 开门 开门 他偏执地重复着这两个字 这期间 也有酒店的住客 打开过房门 表达过不满 但都被他给吼了回去 终于 在那人说了不下百次的开门后 警察赶到了 即便是被按在地上戴了手铐 那人的嘴里 还一直重复着这两个字 我缓缓打开了房门 看到那张脸的一瞬 我的心坠入了谷底 我失魂落魄地开口 不可能是他 那人是我们小区的人 小时候因为发烧烧坏了脑袋 就一直吃傻 平日最爱吃糖 我刚搬过去的第一天 楼上的王奶奶就跟我说 千万别惹他 那时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直到半个月后 我亲眼看见他暴力地 撕开了一个女人的衣服 脱下自己的裤子 趴在上面运动 到现在 我都记得那个女生痛苦的尖叫声 当时一拥而上 好多大老爷们去拽他 十几个人才勉强将他拖了起来 我原以为他会被判刑 或者被关心精神病院 但彤彤没有 因为这不是他的自主意识 而是有人给了他快糖 让他这么干的 我们小区一直有传言 谁要是看他人不顺眼 就给傻子快糖 杀人放火 傻子都会给你干 偏偏这个傻子 家里有权有势 没人动得了他 回过身 我低头对上了雅清不解的眼神 他应该是受人指使的 果不其然 警察将他拖起来 看到他幼儿里有个很小的蓝牙耳机 他说的每一句话 做的每一个动作 都是耳机那头的人叫的 八 傻子被警察带走了 抓到他 不仅没让我松口气 反而陷入了更大的恐惧之中 那人不仅了解我 还了解我身边的一切 我隐约觉得 那人不会这样放过我 果不其然几分钟后 他再次发来了短信 没吓到你吧 你放心吧 这一次那傻子肯定会被抓起来的 上次他居然当众骂你 也算是给他的教训了 欺负过你的人 我都会一一除掉的 原来人害怕到一定程度后 真的会麻木 我气急反向 他到底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说完 我再也控制不住 嚎啕大哭 昨天之前 我分明还是最普通理的人 短短一天时间 母胎单身多年的 居然怀孕了 不仅如此 我 还发现 自以为温馨的小房子里 一直住了个变态 午夜寂静 酒店的走廊里 回荡着我啜气的声音 刚才的声响吸引了全部的房客 他们站成一排 不错眼的打量着我 孙警官沉默了好一会儿 冷不丁的开口 你有没有什么疯狂的追求者 或者相亲对象 一伙前任之类的 我明白他的意思 爱而不得 但我苦笑出声 你看看我的样貌 扔到人堆里找不出来的那种 怎么可能会有人对我爱而不得 先去医院吧 做个系统的检查 你的一举一动 被那人发现 说不定身上藏着什么气瓶器之类的 此话一出 我明显的感觉到 雅清的身子僵了 不只是他 我瞬间也白了脸 我俩四目相对 看到了彼此眼中的恐惧 窃听气 体内 我想破了脑袋 都想不出到底谁会对我如此伤心 雅清显然已经被吓傻了 全身颤抖的蹲在地上 半晌 他才强撑着开口 查查也好 毕竟你怀孕了 今天折腾这一通 孩子还不知道怎么样 去查查吧 就 怀孕 又是怀孕 这两个字像个定时炸弹一样 在我的耳边爆雷 虽然我很清楚 他是在关心我的身体 但我根本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都怪他 都怪他 我像个疯子般 重重地捶打着我的小腹 恨不得肚子里的那个东西 可以因为我的暴力 而自己消失不见 孙警官跟雅清同时出声 我只能看到 他们俩嘴巴一张一合 根本听不见声音 渐渐地 他们开始变得模糊 失去意识前 我隐约看到 雅清撕心裂肺的大喊给我的名字 再次醒来 我人已经在医院了 而外面还是黑的 透过门上的玻璃 我看到雅清正一脸愁容的 在外面一根接一根的吸烟 这是他烦躁不安时的表现 上次见他这样失控 还是他爸爸生病那年 我拔掉手上的针管 亮枪打开门 见我出来 他急忙灭掉了手上的烟头 你终于醒来了 你睡一整天了知道吗 以后可不许不吃东西了 吓死我了 我点点头 急忙问道 做检查了吗 我身上有监听器没 正说着 孙警官从不远处走了过来 面色沉重 方便的话 还得给你做个更为系统的检查 我跟着他 一路见到了警队里面的医生 一整个检查都没有问题 最后医生将目光落在了我的嘴巴上 最近换过牙齿之类的吗 我先是一愣 紧接着脸色刷得变白 下意识地去看雅清 他跟我一样 整个人被吓得不轻 我僵硬地点了点头 张开嘴巴 几分钟后 警察从我的后槽牙里 取出了一个微型的气听器 虽然做好了心理准备 但看到食物的一瞬 我还是吓得冒了一身冷汗 是他 这个王八蛋 我要去找他 孙警官将他拦住 是谁 我先雅清一步开口 是他叔叔家的堂哥 半年前我牙疼 他带着我去找了他堂哥 因为是妹妹的好友 他当时甚至没收我费用 比起雅清的愤怒 我更多的是寒心 宋牙医是这么多年 我唯一一个心动过的男人 每次帮我看牙齿的时候 他都表现得无比温柔 虽然我知道那是看待雅清的面子上 但我依然没有防备地沉浸在了里面 查出怀孕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 我跟他彻底没可能了 没想到 一声讥笑 眼泪不自觉地开始往下掉 雅清赶忙安慰我 我知道你很难过 但是 但我还是不明白 我表现得应该算是明显 如果宋牙医想跟我 为什么要用这种龌龊的办法 雅清看穿了我的疑惑 开口解释道 从你说喜欢他开始 我就一直反对 原因是 我哥他是变态 他之前在国外留学 就因为囚禁猥亵女生 才会被遣返回国 所以我一直持反对的态度 但是我真的没想到 他会这样对你 抱歉 是我疏忽了 有了嫌疑目标 孙警官二话不说 就带着其他人离开了 这打击对我来说有点大 雅清看出了我的失落 所以主动找了个 给我买饭的借口出去了 我躺在病床上 反复回想这件事 倒不是我恋爱 脑上头给宋牙医开拓 只是一开始 那个人异常神秘 怎么说被发现就被发现了呢 还有 如果真的是他 他是怎么进入我家的 我的密码 他又是怎么知道的 但另一方面 身高还有穿衣风格 都跟老奶奶描述的对上了 并且他是牙医 有足够多的迷药 这一点不需要特意再去买 我因为想得太过入迷 根本没有发现 病房里进来了个医生 等我反应过来时 他已经帮我换好药 准备离开了 我这才发现 距离牙青出去 已经过去很久了 你好 我对着那个背影开口 对方的身子明显一正 僵硬的转过身 弯弯开口 怎么了 我指了指另外一张床上的手机 您能帮我 拿过来吗 我想打个电话 谢谢 他明显的松了口气 将手机递给我后 急忙就走了 这个医生好奇怪 上班时间怎么不穿 我的吐槽声戛然而止 不对 我突然意识到 事情不对劲 但已经晚了 我抬手去按铃 却怎么都抬不起手臂 不仅如此 全身变得贪软无力 想说话 却怎么都发不出声音 那个人不是医生 他到底是谁 我原本放下来的心 再次紧绷起来 很快 那人就再次走了进来 不过这次 他推了个巨大的垃圾车 我使劲咬自己的双唇 试图保持清醒 但发现徒劳无功 额头上 渗出了细腻的冷汗 他慢条思理的走到我身边 发出了轻微的冷笑 想反抗 晚了 还是乖乖跟我走吧 十一 我被他像拖死狗般 粗暴的塞进了垃圾车里面 扑面而来的臭味 让我喘不上气 我甚至连干呕的力气都没有 垃圾车缓缓行驶着 还没下班呢 有人问道 说完这点就下班了 假医生淡定回复着 外面有人 是我呼救的好机会 我用尽全身力气 终于挪动了一下手臂 砸在垃圾桶上 发出了不轻不重的响声 刚好能让外面的人听见 什么声音 那人疑惑开口 嗨 假医生弯下腰 从不连后面掏出了东西 磨 刚才在楼梯口捡了小眼猫 我看他有点受伤 准备带他去宠物医院 那人没再说话 脚步声走远了 我彻底陷入了绝望 他是送牙医吗 要带我去哪 难道真像雅清说的 他要把我囚禁起来 等让我生出孩子 再将我弄死吗 我越想越害怕 药物逐渐发挥作用 我连眼皮都抬不起来 终于 垃圾车被推出了医院 那人将我抱在怀中 塞进了准备好的车里 这熟悉的味道 原来真的是他 我再也撑不住睡了过去 醒来时 我全身酸痛 像被人打了一顿 我下意识的 想去揉一揉吃痛的地方 却发现自己被五花大绑着 我用舌头顶了下胶带 纹丝不动 不知道被缠了多少拳 费尽了力气 只能发出细小的呜呜声 我没忍住 在心里吐槽 宋牙医为什么不学电视剧里面的那种 塞个臭袜子什么的 至少那个能一下子顶出去 我被自己奇怪的想法笑道 彻底确认了对方的身份后 我反而冷静了不少 至少孙警官也查到了他 应该能将我救出来吧 我环绕四周 到处黑曲曲的 唯一能进光的 就是往上那个小到令人发指的窗户 这里应该是地下室 哪里的地下室 透过一约的亮光 我能看到这里面摆放很多杂物 我半眯着眼睛 试图看清楚那些都是什么 但实在是光线昏暗 什么都看不清楚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就在我昏昏欲睡 即将晕过去的时候 黑暗处发出了滋滋的叫声 然后就看到 有东西从里面爬了出来 是老鼠 我顿时瞪大了双眼 脑中警铃大作 试图挪下身子 将它们吓跑 但这些老鼠胆子比我还大 不光不害害怕 还围着我的脚纹都不停 我吓出了眼泪 我宁愿一刀被捅死 也不想被咬坏 就在老鼠要下口的时候 吱哑一声 有人推开了门 12 伴随着大树阳光进来 我才发现这里居然是个仓库 因为闭光好 再加上里面杂物的堆积 才给了我地下室的错觉 眼前的人逐渐靠近 直到他摘下帽子 我才发现竟然是雅青 他鼻青脸肿的 脸上残留着不少的血迹 衣服也是男款 被撕扯的不像样子 他急忙上前撕开了我嘴上的胶带 边解绳子边解释 声音颤抖 咱们快跑 我刚才把宋招打晕了 但我不知道他能睡多久 咱们快跑 正脱束缚后 我赶忙去查看他的伤势 他远远比我看到的还要严重 腹部渗出了血 腿上也全是大大小小的伤口 怎么回事 你怎么会在这里 先走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我跟在他的身后 快到门口的时候 宋招出现了 他的情况不比雅青好多少 也是满身的伤痕 头上凸了一大块 像是被人连带着头皮给撕了下来 血淋淋的 他张开双臂 一步步向我们逼近 我跟雅青同时往后退 一会儿我拖住他 你先走 知道吗 不行 要走一起走 我不能留下你自己 雅青气急了 你肚子里有孩子 一旦出事 那就是两条命 别任性了 提到孩子 宋招表情开始变化 孩子 要不是这个孽种 我也不会到今天这一步 最好一拳让宋招给打没 也算是对他最好的报复了 雅青像是看透了我的想法 扭头小声开口 只要你跑出去 他就不会伤害我 毕竟我死了 你肯定不会留着孩子 所以你先走 说完 他冲上去跟宋招牛打在了一起 愤怒真的能激发人的潜力 雅青平日里手无寸铁之力 此刻竟然能站上风 压制住宋招 快跑 他怒吼 我迟疑了两秒 开始往外跑去 走出大门 就看到不远处 有根废旧的木桶 我赶紧跑过去捡起来 我庆幸自己回来了 因为宋招根本不像雅青说的那样 有人性 此刻他正坐在雅青的身上 死死地掐着他的脖子 雅青拼命反抗 双腿用力猛灯 我毫不犹豫地走上前 一棍子砸在了宋招的身上 他吃痛回头 眼神里满是惊讶 十三 雅青一把夺过我手中的棍子 再次跟他牛打在一起 我看到不远处有根铁棍 急忙跑过去 再抬头 雅青双眼紧闭地躺在地上 宋招正高举着木棍要砸下去 我急忙大叫 不要 宋招顿住了 静静地看着我 张了张嘴 无声地开口 隔得太远 我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我边喊边对准了小傅 你要是敢动手 我就弄死他 宋招愣了下 放弃了 我松了口气 还好有这个把柄 雅青也在此刻醒了过来 一把抓住了他的头发 这一举动再次惹怒了宋招 他一拳砸在雅青的身上 突然 举起手来 身后传来铿锵有力的声音 扭头 是孙警官 我喜极而泣 孙警官举着枪 一步步地向前逼近 原本宋招已经举起了手 可不知怎么的 他突然发疯 抄起了棍子 冲着雅青的头扎了下去 我吓得捂住了嘴巴 电光石火之间 耳边传来了枪声 下一秒 宋招倒地了 子弹正中他的眉心 我尖叫着 跑上前去查看雅青的伤势 宋招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抓住了我的脚腕 低头 他露出了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的微笑 无声开口 我爱你 我毫不留情地大声怒吼 你真恶心 一脚踹在他的脸上 一脚接了一脚 大喊着 你真恶心 你太恶心了 直到孙警官将我拉开 我才恢复了一丝理智 宋招死了 终于死了 回城后 孙警官带我去了烫他家 进门 我就被眼前的一切恶心地直不起腰 墙上密密麻麻挂满了我的照片 笑的 哭的 发呆的 嘻嘻打闹的 还有好多我跟雅青的合照 被他无情地抠掉了雅青的头 如果这些照片在几个月之前 哪怕三天之前我看到 我都会觉得自己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但此刻 我只觉得恶心无比 十四 人被抓到 我腹中的孩子自然就可以打掉了 现在终于没人可以威胁我说 打掉就要我的命了 做手术前 需要做一系列的检查 因为不想被爸妈担心 雅青主动承担起了一切 甚至为我找了最好的医生 从取白带的化验室走出来时 我看到雅青正跟大夫聊天 他神情严肃 看得我一阵心慌 难道我被查出来什么疾病 我快不上前 准备一探究竟 就听到雅青冷漠的声音缓缓传来 你就跟他说 这孩子不能打 一旦打了 不仅他后半生无法生育 就连命都保不住 说得越严重越好 反正你是大夫 怎么忽悠 他你比我专业 对方半眯着眼 吐了口烟 他要是偷偷去别的医院检查怎么办 后者讥笑 放心吧 只要我说你是最好的大夫 他就会没有任何猜忌的相信我 我们毕竟是最好的姐妹 到时候我会主动提出来帮他养孩子 他肯定会感激替零的接受 我犹如五雷轰顶 死死的抓住旁边的椅子 才没有倒下去 雅清想让我生下这个孩子 他居然想让我生下这个孩子 他明知道我有多厌恶跟恶心他的存在 难道是为了给死去的宋招留个后代 一系列的疑问在我的脑海中回荡着 尤其是他那句我们是最好的姐妹 让我觉得无比讽刺 我很想上前跟他对峙 为什么要这样算计我 但刚刚经历了生死 我一点多余的力气都没有 急忙逃离了那边 试图让自己冷静一下 我顺着楼梯一直走到了副一的食堂 在里面喝了杯奶茶后 心态逐渐平静了 从小宋招的妈妈就对雅清很好 甚至比对宋招还要好 宋母自宋招去世那天开始就住进了ICU 或许雅清是想让宋母能够开心一点 应该是不知道怎么跟我说 才会出此瞎策 站在她的立场 这样做或许也不能说全错 但我是不会生下这个孩子的 我决定开诚不公的找雅清谈一谈 15 正想着雅清就打来了电话 他声音略带焦急 你去哪了 怎么一眨眼你人不见了 我问护士也说没见到你 因为不想他问我为什么一个人跑下来 就随口说了句 大便啊 马上去找你 三楼见吧 挂断电话 我开始往回走 等电梯的人太多了 我再次选择了走楼梯 走到二楼 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是雅清 他不知道在跟谁讲话 可谈话内容让我大吃一惊 放心吧 他没发现 步了这么久的局 我怎么会暴露自己 对面是个男人 伸出手将他抱在怀里 太好了 咱们马上就可以成为三口之家了 三口之家 我下意识的捂住嘴巴 缓缓的后退了几步 那两人的声音还在继续 今晚可以跟你睡了吗 睡了他这么久 我都快吐了 说什么呢 不许这么说我朋友 要不是为了让他生孩子 你觉得我会给你睡他的机会吗 生孩子 睡他 我顿时头皮发麻 僵在了原地 哎呀 我没说你朋友不好 但每次都下了药 也不吭声也不动 肯定没意思啊 哪像你 嘿嘿 别动手动脚 晚上见 我先去等他 两个人一前一后的离开了楼梯间 我贪婪在了楼梯上 久久缓不过神来 好恶心 真的好恶心 原来幕后的始作俑者竟然是雅清 目的是让我给他生孩子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是我呢 我死死的捏住自己的手 让自己冷静下来 因为雅清不能生育 是的 一切都对上了 他跟相恋八年的前任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分手的 前任想正儿八经的结婚生子 但雅清一直很抗拒 他觉得生儿育女 是在剥夺自己享乐的机会 后来碍于多年感情 他开始自我迫 终于做好了心理准备 迎接一个小孩的时候 却被告知无法生育 我永远记得他从医院出来 失魂落魄的样子 他说 虽然我一直不喜欢孩子 但做了这么久的心理建设 我甚至都想好好怎么跟一个孩子相处了 结果上天跟我开了一个这样的玩笑 不过那件事带给他的失落 长过两小时 前任因为这个原因跟他提了分手 他也火速扭头 开始寻找难大 他不止一次在喝醉酒的时候跟我说 庆幸自己不能生育 否则永远无法像现在这么洒脱 这么快乐 原来这些都是装的 16 怪不得 他总是有意无意的问我 以后想生几个小孩 每当我说跟他一样 不生小孩的时候 他都会生气 说这样不好 如果我真的不生 我爸妈会认为是他带坏了我 只是这种话题 最后都是以我撒不打滚而告终 原来他一直在算计 怪不得 前几天孙警官突然问我 觉得宋昭这个人怎么样 问我相信他是那个强奸我的人吗 我当时还怪他故意隔应我 所以孙警官察觉到了不对劲吗 可窃听器又该怎么解释 我脑子里一团乱麻 正 在这时 雅清的电话再次打了过来 我正欲挂断 身后传来了他的声音 你怎么在这 我急忙将手机塞进了口袋 故作烦恼 别提了 我妈刚给我打电话 问我最近为什么不回家 还说明天想来照顾我 我正头疼 怎么打发他呢 他上前轻易的挽起我的手臂 别担心 我来解决咱妈 我不自觉的僵直了身子 他像是没察觉到我的异常 走吧 大夫等你很久了 不过 这时他手机响了起来 他给我保持了点距离后 开始接听 从接起的那一瞬开始 他脸上的表情就变得不对劲 我心跳如雷鼓 隐约觉得 背头说的事情跟我有关 我咽了下口水 把腿就开始往下跑 还没等跑几步 就被雅清给拖住了 那天他的爆发力不是因为恐惧 而是他真的很有力量 怎么了 你 我话还没说完 勃梗处就传来了一针痛意 他依然保持着完美的笑 你本可以度过一个愉快的孕期 但你偏偏要保持好奇心 可惜了 之后 我便晕了过去 十七 短短几天 晕倒了三次 我都开始佩服自己的这个运气了 只不过 这次醒来时的环境最好 舒服的公主床 温度适宜的空调 没有老鼠 没有臭味 对面的电视上 还播放着各种育儿经验 相同的是 我依然被捆绑着 身体成人自行 我偏头看下外面 宋雅清 我醒了 你确定不进来看我吗 他穿着粉红色的吊带裙 趁着他肤若凝脂 进来就是走心的关切 要不要喝水 想吃什么 饿不饿 医生说 咱们的孩子一切都好 我避开他端过来的水 让孩子父亲也进来吧 你的前任 秦歌先生 下一瞬 穿着白衬衣的男人 就这么无所谓的走了进来 我笑着开口 狗男女 你俩不得好死 知道吗 宋雅清是真的受伤了 好看的毛子里含着泪珠 他说 你真的不能理解我吗 我口水吐到他脸上 我理解什么 理解他让自己的男朋友 猥亵自己最好的朋友 理解自己不能生 就让好朋友生自己爱人的孩子 你够了 他打断我 我很爱秦歌 你是知道的 他也爱我 但我们之间就因为一个孩子 没办法好好在一起 而且我现在真的很喜欢小孩了 我也很爱你 你说过 咱们要一直在一起成为一家人的 难道你不想生个我跟秦歌的孩子吗 说实话 我大脑当机了 他说的是中文 我却理解不了 但我很清楚 此刻的宋雅清已经疯了 我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 宋昭怎么回事 他脸色骤然大变 你还是喜欢那个变态 我摇摇头 我只是好奇 他帮你的目的是什么 我没有撒谎 因为我还是不明白 既然是他搞的事情 宋昭到底是什么样的角色 还有那没监听器到底怎么回事 算了 跟你说实话吧 其实他真的很喜欢你 他喜欢你 就像你喜欢他一样 那没监听器是我放进去的 目的就是为了嫁祸他 因为我很清楚 一旦他知道你怀孕 一定会想尽办法查明真相 如你看到的那样 他真的做到了 但又能怎么样 不还是死了 我咬紧牙关 不让自己发出一丝声音 你好奇他为什么不跟你告白吗 因为我告诉他 你打心底里认为他很恶心 我脑海里瞬间浮现出了 宋昭死之前的模样 当我说出你真恶心这四个字的时候 他死了吗 是已经死了 还是残存最后一丝生命力 我希望他死了 至少这样 可以不用亲耳听我说出最残忍的话 18 其实当把这件事的始作俑者 跟宋雅清对号入座后 一切就都合理了 我房子的密码他虽然不知道 但我什么时候不在家 他是清楚的 那房子是一楼 要想趁半夜我不在时爬进去 实在是太简单 一货挑个他住在我家 但刚好我出去买东西的间隙 直接将情歌放进去 更是一如反掌 还有那通电话 现在回想起来也是疑点重重 电话两句话就能说完 可他偏偏说了那么久 其实最实锤的一个点 就是我们的酒店房间号 因为开房的时候 前台并没有说出访号 所以即便是有戒听器 也不会知道房号 是他告诉秦哥的 还有傻子的事情 我也曾讲给他听过 他知道我怀孕 开始也没有惊讶 有的只是出奇的冷静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 他是个情绪很耐放的人 回想起来疑点重重 我却都下意识的选择了无事 十九 接下来你准备把我怎么样 我问道 不怎么样 我会跟咱妈说你的这些遭遇 然后告诉他 我会带你出国散心 等你把孩子生出来 那时候再回来 等孩子生出来 我想我也不会去报警了 因为在那之前 他一定想办法让我接受 或者杀我灭口 我很了解他 也清楚他的手段 所以 那天你对宋昭说了什么 我只是破坏了他的声带 让他无法跟你讲话 然后在他每一次放弃打我的时候 都跟他讲 我是怎么让你怀孕的 只要我活着 就会逼你生孩子 他自然会想杀了我 原来是这样 我侧着脸 眼泪顺着眼尾往下掉 既然是这样 为什么会是这样 行了 雅清起身 你休息吧 我出去了 我闭上眼睛 心里倒数 三二一 别墅门被撞开 是森警官带着人闯了进来 直到宋雅清被狼狈的靠起来 他才问我 什么时候发现的 我一巴掌扇在他的脸上 你觉得 我还会犯蠢第二次吗 他了解我 我也了解他 没有怀疑过 真的是巧合 听到了他们之间的对话 但是我的惊慌失措 都是演的 我是故意在楼梯间 发出了一点点声音 我也看到他离开时 冲着我的方向瞥了一眼 他一定会找人调监控 只要确认 我早就进了楼梯间 他就会选择将我囚禁起来 所以 发现他们的时候 我就给孙警官发了短信 原来是这样 他笑笑 二十 最终 我成功地打掉了孩子 宋母从ICU出来 我时常会去看她 才知道 原来那些照片 真的是宋昭拍的 她可不是变态 只是喜欢你 不想打扰 被抠头的是宋雅清干的 至于宋雅清跟秦哥两个人 他们两个 当然不会被判死刑 我求爷爷告奶奶 找遍了关系 给他们两个 伪造了精神病证明 将他们送进了 本世最恶劣的精神病医院 听说打人电机是家常便饭 往后余生 就在那里面赎罪吧 全文完